一个动作五个级别帮你练出标准平行式 第一级单腿踏步转弯 在转弯结束横切雪道时保持内腿踏步 帮助我们找到一点外腿沉重的感觉 第二级弯末抬腿合弯 在转弯结束时抬起我们的内侧板板尾 让板头搭在雪面上 让外腿找到一点稳定沉重的感觉 第三级在滚落线抬腿合弯 在雪板正对山下时抬起内侧板板尾 并完成后半个转弯 考验我们的是既保持平衡 又能完成转弯的能力 第四级入弯抬板合弯 尽可能在一入弯就抬起内侧板板尾 抬板时未抬起的板子 最好是于雪面放平或者微微利刃的状态 第五级内腿外刃抬板合弯 可以在上一个弯的弯末 山上腿外刃滑行的时候 就抬起原来的山下板 然后单腿完成换刃和转弯的全部过程 这五级动作都练好 你就能滑出一个完美的平行式了 第五级动作 第五级动作